不論資歷 拚實力 圖員菜鳥盧正祥 進入SBO的第一年 不只打出挑戰新人王的氣勢 更入選亞洲杯中華男籃 培訓名單的肯定 身為菜鳥 又有機會人生第一次當國手 盧正祥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好家載有好隊友老吳相伴 就覺得說我好像有隊友 沒有啦 因為我跟大家其實都不太認識 對 因為就是唯一比較熟一點 可能就是老吳吧 因為對啊 就是同隊的 但我會盡可能去跟他們好好認識一下 他是一個還不錯的球員 可能怕他選上會有點臭屁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他也是第一年才打SBO 對他來說是一個肯定吧 對啊 那就是希望他 可以好好加強自己 盧俊祥目前破四成命中率 場均13.4分 4.1助攻 是樸圓版圖第一大得分點 蔡鳥年能有如此強顏表現 總教練言行書肯放手給機會 也是一大原因 蘇哥給我的就是場上的工作 就是也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 對 然後像他比較要求防守 所以進攻上他給我的指令 就是覺得說叫我在做進攻選擇的時候 要選擇得好一點 對 所以他比較要求是在我們的團隊防守 防守上面 然後進攻的話就可能讓我們進行的發揮 他其實在前面可能會得失心比較重一點 對啊 那我們也是跟他講說 那樸圓現在最好得分手就是他嘛 對啊 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就是希望他就是不要心急 因為畢竟他第一年可能有時候會 太執著於得分這個上面 在場上後面的鏡頭 都還有那麼一點點聲色害羞 但有吳家俊這個學長在一旁督促提點 吳俊翔在SBO甚至中華隊都更有方向 記得 接下來好好認識隊友一起打平唄 外圖新聞採訪報導